在中国我们把这个叫做书面记录 也就是说当你和你的合作伙伴 有一些重要的事情需要记录下来的时候 你可能不单单要通过语言 还要通过文字来记录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就是中国的习惯 和我观察的一些美国习惯 可能是比较接近的 那么在中国就是说 如果人们认为对方的合作伙伴 是新的合作伙伴 对他不是很了解 而且如果涉及到一些生意上的交易 面额交易值比较大 那么合作的双方都会要求 有一个书面的记录 那么有些时候甚至书面的记录都不够 还是需要预付一些定金 或者是要一些支票等等 这样的一些支付 那么在什么场合下 要用这种书面的记录呢 就是很多的时候就是得取决于 就是说你对你的合作伙伴了解了多少 那么我个人的认为是 在你刚开始在中国开展你的业务的时候 能够尽量多的 尽量多的用一些书面的交流 就是以避免一些语言构透上的 这种理解的错误等等 那么我有一个很生动 有一个例子 很生动的例子可以说给大家听一下 也就给大家共享一下 就是我曾经自己做自己的那个自己开自己的那个设计工作室 那么在刚开始的时候会和我的一些印刷厂商合作 那么他们都会让我要求我 他们并不要求我给他签任何合同 但是他们会要求我就是预付一张支票 放在对方的账户上 就是说每次我给他们订单的时候 在完成订单 他们把货发给我的时候 他们会要求一张支票放在那边 然后就作为一种就是定金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说可能定金比这个书面的记录更加重要 就是以避免一些麻烦 OK